士兵赛梁静坤0-3后绝地反击 联班四局晋级四强 北京时间11月28日消息 2021年休斯顿士兵赛男子单打结束 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梁静坤险胜晋级 在与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的比赛中 梁静坤先丢三局后绝地反扑 他联班四局以4比3逆转获胜 梁静坤虽然在士兵赛前的WTT挑战赛上连续夺冠 可在士兵赛一路晋级的过程中 他还是遇到不少挑战 开赛后梁静坤的主动失误略多 卡尔德拉诺把握机会以11比8先胜一局 第三局出段两人比分接近 卡尔德拉诺逐渐拉开领跑 梁静坤追至8比9后无法更进一步 卡尔德拉诺连得2分以11比8再胜 总比分扩大为3比0 没有退路的梁静坤上手更为坚决 他在第四局有一个完美开局 以5比0领先 这时梁静坤顶住压力 一口气还击4分重新确立领先 11比8 他成功扳回一局 士气大阵的梁静坤在第五局迅速拉开 他以11比4再胜 总比分追至2比3 第六局梁静坤又是率先领跑 可在8比6后他没有保住领先 卡尔德拉诺连追2分扳平 梁静坤沉着应对 一口气连赢3分 11比8 他再胜一局追成3平 一边后卡尔德拉诺放手搏杀 他努力追至7比8 梁静坤反拉变直线得分 他重新领先2分 双方形成相持 梁静坤反手反拉得分10比7 他的赛点出现了半决赛里 梁静坤和樊振东上演得比战 波尔营战莫尔加德